insky 做我們的概念書 我們在做一個是 一個台灣文化復興的運動 那因為我們的團體呢 那就是 兵兵嘛 比亚迪是从草丸的公平文化开始 就是做对场 所以两个师傅在比赛这样子 那其实我们的团体就需要有 各个团体的不同的职人一起来工作 2018年来自视觉 音乐 舞蹈等不同领域的青年创作者 组成了比亚迪艺术壮集团队 以台湾传统文化为耕底跨界创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湾西厨庙会有一个很特别的文化叫《大老雷》 它是一个让观众打开一个门 进到我们的創作世界的 它进到里面其实它会看到另一个新的世界 其实它是一个神将然后初寻 要回到庙里面的一个步骤 然后它结合以前的当代艺术 跟徐燕廷的当代的音乐来做一个演出 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的形式是神将跟人共同跳舞 然后共同做一个祈祷的仪式 这是以前到现在都没有出现的舞蹈的样式 所以它是短短只有十分钟的表演 那其实盯定到我们未来可能合作的机会 跟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想象 厅庙持续探索庙与文化 半年后启动了另一个大型创作计划 在剥皮寮造了一座庙 它是一个临时搭建跟不断在增长的过程的建筑 所以就是使用音架跟钢管 它的形式就会像香炉这样 就是在这个剥皮寮的空间 它的那个刚好一个跳高的中庭 然后我们就做一个往上的这样的建筑 然后去代表那个火焰然后燃烧 对然后在下来的时候 我们在做一个翘曲的造型 就是像传统的庙语它的屋檐 我们这次会用到的庙语文化 一个很重要之后 以庙语文化或者是教堂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权力的核心点 所以其实你仔细发现 其实台湾的一些民间信仰活动 或是说传统习俗 其实在早期都是台湾很重要的 文化人士 基因分子 或是知识分子在处理 但是其实你带每个不同政权进来的时候 那个东西都被洗掉了 那Keyo作品其实最早的概念是看到 智奋者的故事啦 所以最早切留其实是从 自然能够跟赞英华去想 对那其实如何把政治事件转成艺术 其实非常的困难 有一个最重要的目标 其实它是讲也关于 你如何做一个人 做一个对于自由的诠释者 而且它不是用他们的生命去抵抗那个权威 那其实是我们整个赞英华的概念 我一直觉得话不满意 我觉得南龙有点难画这样 一方面要像之外 我觉得会想要把那个气势呈现出来 我一直会希望是南龙的气势是 它很无惧 然后它很像在对着谁诉说什么 在喊着口号 所以虽然它很动 但我希望它的动势其实还是很沉稳的 它还是很坚定的 它并不是很情绪化的那一种 相对那个赞英华是一动一进这样 那我们基本上有分自由庙跟民主庙 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分成戒严跟戒严时期 戒严时期就是第一个最早的 就是1980年代的朱文光 它是在329青年节的时候 在国副纪念馆前面开戒严车然后自焚 它是最早的 可是到了2008年已经正等转移了 而且已经有民选总统 但还是发生这样的事件 所以跟戒严时期讲的那种其实不一样 他们讲的是有关于他们自己的认同 对而且他不只是讲的是一个有关于独立啊自由 他们还有关心他们的事件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精神 一开始的过程是一个优望的空间 是灯笼亮度非常暗 所以我们设定基本上它是像一个观落音的状态 去一个半天堂半地狱 在一个幽暗之间去找到他们 他们在某个角落中发光 这个建构物的底层我们安排了很多出口 所以当你进到这里面之后 你进到火里面 然后同时它又带领你往不同的方向去 可能去跟每个前辈去连结的关系 去把它建立起来 那同时我们在里面有一个水池 然后有种一些植物这样 它同时是连接过去的人 那同时也连接现在的我们 那跟未来我们怎么去 要去怎么走下去这样 然后到了二楼的时候 比较像是一个人去庙里参办的状态 就是到二楼的时候 又看到另一个组店 然后也在发光 但你会看不到任何的人 只有一个形式在那边 一个精神在那边 那那个庙里内部的核心 我就全部控制在 就是都用有机纤维做组合 包含就是 我用丝瓜就是组合 有传统庙于雕刻的那些结构 然后做了那个组庙之门 因为这些其实都是四季的产物 我觉得就是会回扣到 我们那六位自焚义士的故事身上 就是生命的融窟啦 是意识的 但这些精神啊 价值啊 那些象征物 其实它是永恒的 那这次击狗里面的音乐 演出的时候啊 基本上还是以 我们台湾的庙语文化 会用到的音乐样貌去架构 有点像我们在宗教里面学到的 就是我们会有个琴神的开始 一般的宗庙琴神 前面可能会有小法团啊 就是隐神 先把声音下来 所以开端会先由我开始 就是会有唱 然后后面就会进入 Pri� 意識的環節 就比較有節奏感比較強 沒有節奏 風雲風來倒 漂流大海中 眾生鋼雞 看我現三世 《三聲現役》是一個 落實台灣廟宇風圖採集的電影團體 我們都要去跟廟會 然後夜巡日巡 然後出陣我們都會跟 然後去採樣 然後去學這些台灣傳統的廟宇文化 然後以這一個來當音樂的製作主體 非常好奇 丁慧代代團 夢中建禄共 其實我的心中啦 一直想要做其實是 廟宇的科幻片 所以科幻片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要把廟宇文化的未來 跟轉型正義跟藝術的下一步 會長什麼樣子 我們要去做一個呈現跟實驗 就是 夢夢休休的夢傳 有所以肝情的火影 影影一燈有一燈 冰冷的替賴 不得自由的心魂 看不清自己的民容 打不開的相愛 心睡無名的沉煙 在這個作品裡面 我比較像代表遺族 就是我們就是 這些仙人的後代 也代表著來看 這個作品的民眾們 然後會有一個部分 是我們會在塔的正中間 視線比較聚集的地方 那我進去的時候 我就會慢慢加入 我一點遺族角色的情緒在裡面 整個作品其實那個陽性很強 那我會比較用我的手指頭 我的手臂 然後去做一些比較 軟的表現這樣子 對 其實我們在做的表演 不只是藝術家的表演 也是議題跟題材 還有對於一個價值 所有人的價值的衝撞 那其實這是我們的目標 讓你知道 為什麼發生這些事情 然後我們如何往前走